喂 喂 喂 有聽到聲音嗎 聲音有點模糊 比較好嗎 好,可以 好 好 是,模型發現就是在跑這個VVMD高溫的部分 然後它溫度好像會有點沒有那麼受控 一個BOSS跟我的Time Step設定太大也沒有關係 因為老師是說用5Phantom Second去跑 問字之前不是有發現裡面的設定有一些問題 所以它溫度控制有多加了一個一行option 所以現在招拳有沒有跟問字的一樣 不過問字 問字 可能要休息一點 嗯,我沒有跟他 我那時候沒有跟他去比對 我是用我之前的 因為我之前 Time Step設備比較小 所以我的 而且溫度比較低 所以控溫就沒什麼問題 欸,問字那時候說 好像你不控制溫度的話 它其實是NV1吧 你這個37是設定系統 初始溫度是2000 然後後面就不控制溫度了吧 呃,也還是有啊 就是它 變化很大 等一下喔 對,我要看一下 你把那個pw.x的那個說明打開一下有一個網站 好 好 Ion裡面 Ion裡面應該有一個溫度控制的吧 就是 Ion velocity Ion velocity 我看一下 對 Ion temperature rescaling 對不對 它 default是沒有控制的 它 default是一個NV1 哦 我看一下 因為問字上次發現這個問題 來看一下 它 有,我有設定 我有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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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一直都有設定 來,我看一下喔 rescaling 那它另外兩個參數是什麼 tolp跟nrace nrace 我看一下 tolp是 等一下 看一下 等一下 這邊tolp設定100嘛 對不對 嗯 表示說 你現在設定300 它要超過400 或是低於200 它才修正 通常我們在lams裡面這個就會弄得 比較小 小一點 比如說你設定5度 它才 它就起作用了 嗯 好 那另外一個nrace 看一下 不是,它剛剛有兩個參數吧 一 我找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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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好是1 所以1是代表什麼 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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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 2 本組的個數MPY檔就不會出現 我是說是dbj的腳本嗎? 對對對 誒,就我 然後誒,我把腳本又稍微修改了一下 之前是不是我們有dbj有迭代嘛對不對 嗯 每一次迭代 label出來就會去做SCF 然後再做一次那個dbj 然後再做一次label嘛這樣子下去嘛對不對 嗯 我現在改的就是說 我們dbj第一次的訓練的步數很多 然後後面就用md來label label完就先不做DMP 我們把每一種熱力學條件label完之後 我們最後再把收集起來的那個 xout檔全部再去做轉換 然後再去做第二次的那個label 第二次的training 嗯 這樣子 薄斌跟招全有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就是每一次迭代先跳過他的dft 對,dft先不去做 嗯 然後我們先把每一次迭代的那個label到的東西全部先收集起來 嗯 收集起來之後我現在再寫一個腳本 就是說我們收集起來那些被label到的結構 然後再就在藉由這個腳本全部做一個dft的運算 運算完之後再把整理起來 然後再把它放到onpy 比如說隨便給他一個dash的符號 第二次再做的話那些結構就放進去學習了 嗯 這樣就會比較省時間 嗯 了解 嘿 如果我改完測試完之後禮拜一再跟你們講 好 好 OK 那 好那V7D可能我 我先測試一下後面還沒跑的 去改一下 OK 還有非常多嗎 其實大概也才跑一半而已 還有一半 這都是要跑多少步 這都是跑50步 50步 OK 50步 50步的話 下禮拜可以亂玩嗎 呃 這些現在在跑的可以 但是後續在跑的 可能比較 可能沒有辦法跑完 好沒關係 OK 不過就是我可以先拿現有跑出來 先去做訓練看看 可以 然後就是讓我去測那個就是 那個拉伸壓縮的部分 對 對 但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他 就是我的我的 他看起來是有在拉伸的 但 等一下 他拉不斷 就是我跑了兩百步 拉了兩百步 然後他拉不斷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 就是到 像柏斌他們遇到的狀況是拉斷之後 他們會整個融在一起 但我目前是因為還拉不斷 他會一直 欸沒關係看他的 stress跟stress的圖 有斷回下來嗎 對 然後還有個問題就是他 他 他 他print出來的這個 壓力這邊是 都是零的 就不知道為什麼他沒有辦法print他的 那個 每個方向的壓力這樣 奇怪 對 對 所以我 有 裡面是有的 就是他 他是有給 PVV這些 都是有給 就表示抓錯啦 對 應該是抓錯 所以我在檢查 那個 腳本 是哪邊的問題這樣 你就欸 這個問題應該很容易吧 你那個loop 就先放一個loop 然後很快的 前面minimize什麼也不要做了 你看一下 輸出的那個檔案 為什麼那邊是零嗎 對 好 你在輸出這個PXS PYYPZ之前 是不是有run平衡 還有在sample嗎 對不對 嗯 對 所以是不是你那個sample的地方沒有調對 sample在 對 你那個直輸出的時候 前面要有一個tie every 對不對 對 老實說平均那個地方 對 你看一下 等一下 218這裡 那你前面那邊 2000 然後下面是run200 對不對 嗯 對 所以他沒有辦法平均拿 2200 喔 2100 2000 這什麼意思 他每人統計20筆 然後每100步 統計一次 然後總共統計2000步 你下面給人家只run200步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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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變成218這邊 要改 改成200 200 對 然後你100的話是不是就改成10 這樣乘起來就是200 應該就會有值啦 哦 好 那你很快的自己run一下吧 好 好 再試一下 好 好 然後 就是那個ADF的圖 我先測了那個 就是 HBM的 然後大部分都是120 看起來蠻正常的啊 對對對 然後用DPMD的 那個算出來也還行 就是大部分都是聚集在120這邊 對 就是那個potential是ok的 看起來是ok的 然後 對 後來我就去針對那個MF的結構去做 對 然後去調整它的層數 對 就是目前比較好一點 但還是會有一些旁邊的一些peak出現 對 對 就我但真主要還是 看起來稍微正常一點 對 那招拳你看有50 K 50度以下還有 那你有辦法把它找出來嗎 找說用肉眼去找嗎 所以當然不是啊 因為你的夾角這麼小 表示你那個局部的結構非常不穩定 嗯 那邊的stress會超級大 對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是你參數還是沒設定對 嗯 有可能 這個我們以前 這個ADF 其實我們以前寫是ACF啦 我們自己寫了Volture 但是時代久遠 不曉得放到哪裡去 這個沒有太困難啦 嗯 因為我就是相關的這種在教學的比較少 然後他這邊設定的那個 其實從小滿老師他的教學看不太懂他 設定的那個 所以我就是有點類似在try and arrow去改他的參數來看那個結果這樣 所以我也不是很了解我這個 好來看一下那個computer這個是什麼 寫說是長怎樣 這個就是 這邊 ADF 想 想 想說是什麼東西 他就是他 切的 分數 就是我把角度切幾分這樣 我把它改英文 iJK 他可能 他就是 別找 別找Excel 那應該 那 Default 是Degrees 是不是 然後說 恩病這個嗎 招全靈異吧 對 招全靈異,你自己先看一下好,禮拜一不行 我們再來討論,我先把這個腳本先完成 好 好 我再試一下 要稍微看一下,因為這個沒有很難啊 比如說現在Auter跟這個Inner的距離 招全你覺得是什麼意思 他現在這邊要設定IJK的Type嗎是不是 然後有設定什麼InnerAuter 對 InnerAuter是RDF裡面Peak的最大最小值嗎 你是這樣設定嗎 我 其實測的也差不多 因為比如說你要站在Polong上面 對 要看淡的 那 你現在這個RDF 是全部混在一起的嘛對不對 恩 那我們以前求RDF通常會分成站在Polong上面 然後畫出一個RDF 你如果站在Polong上面算出了RDF 就會 有一個 第一個Peak就代表說你站在一個Polong上面 會遇到 下一個蛋的最小距離是多少 然後最大距離是多少 恩 啊現在你show在RDF是根本不管 只要是原子都站在他上面看他第一領境 所以你這邊求道的範圍 非常的廣啊 所以 LAMS也能算RDF而且可以把你要站在哪一顆鏈子上弄出來吧 我覺得這就是 很棒的 在Polong上面看得出來 是 讓我來看 有些什麼 有的 有些什麼 有的 是 有的 有的 Central Atom Type 他可以單獨算嘛,所以你用Central Atom 然後其他的Nitrite 是不是有一個Bolom為中心的 然後N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Nitrogen為中心的,然後去看Bolom 兩個RDF的第一個Hig會稍微不太一樣 那你這時候要算這個Bolom跟這個Nitrogen的 是不是就有一個 最 最短的距離,一個最長的距離 應該就是ADF那個那個子啦 OK,那你要算Nitrogen為中心,然後旁邊兩個Bolom 那是不是就是要 用這個以N為中心 算Bolom的RDF這邊的最小跟最大,這樣就可以把他們 的 夾角給找出來 不然你剛剛那邊可能會不找其他的原子吧 嗯,了解 你就讀進來run 0就可以啦 好 好 這RDF以前我們算了很多啦 你 隨便找一下,你小馬老師應該有吧 就可以 輸出一個 類似 X是距離 Y是這個RDF的值 那你要 看一下他剛出現 最小值在哪裡,經過Pick之後他的 這個最大值的極限在哪裡 好 那我再試試看 OK OK 那差不多是這樣子 我自己再試一下 OK Xtoucher你有沒有任何一個 资料夾是有所有你的結構的 就是已經做過DP券的 所有的結構嗎 這一個 應該就是所有的結構 OK 那你跟我講一下路徑,我copy一下 好 我到時候寫好也拿你的來測一下 OK 好 貼一下 我把他cou過來 好 好 好,謝老師 OK 喂,老師有聽到嗎 有 好 好 那先剛好是講一下那個 Meeting node 那Meeting node就是 ROM 你有在做DP券嗎 有有有 現在都有在做 你要先停掉 因為我之前有發 他label出來的 那個 出來的那個 結構他好像不會轉成NPY 喔真 喔 所以這邊可能要老實在修正 等我再改 我再跟你講 好好好 OK 因為我現在都有在做 我現在已經有在做DFT了 好那我這邊先停掉 這樣 OK 好 那 那再也是 老實有說 要用LAMS去算一下他的 那個 那個 Exact Cancern 然後 對 我先看一下好了 對 好 好 謝謝 老师,这是他的值,我是这一行的,然后他的C1是166.83,我算出来是133,然后C12是59,我算出来是70,然后C44是53,我算出来是37 对,还算可以,那没有C33吗?C13,因为现在LAMS脚本他就输出这三个数字这样子 对,目前看上去现在的误差是大家一直讲,这个弹性魔术相差正负15或是正负20其实都算蛮准的 所以这样还算可以接受 对,所以目前算是这样子 OK,好 那还有老师说要用Scale去做拉伸压缩 但因为我目前都已经在做DB券,然后其他Node我也是都没有位置可以算 我比你的DB券先把它给砍掉 先做这个拉,看你那个把它压缩 把它射到比如说压70%好了 70,OK 然后每格多少? 5% 比如说70 70%,65%,60% 好,然后看他因为你压缩太多,他可能会爆掉不能收斂 那我们就不管看最大容许到哪里可以收斂 到时候就拿它Learning OK,好 那因为老师说现在脚本要改成就是说 就是先不做Label 先不做跌5T 就把它Label到最后就把它转成ALL 对 我礼拜一在更请讲 我现在在改完在测试 好了解 所以最后Label到最后的这些结构 他就都不会做DFT了这样子 对 比如说我们总共Label到200笔 我们就200笔把它转成 QE的Input的结构 然后这200笔就纯做SCF 哦 最后才做SCF这样子 对,然后SCF完之后 我们再把它整批一起转成NPY档 嗯,好 就用这个来再做一次ALL NPY 也是一样 呃 不需做DFT 再Label出第二次 应该会Label越来越少 嗯 了解 好 那 OK 那我们一听Note大概是讲 好 对 好 嗯 诶,韆老师一定的到吗 诶,可以 奕uti 应该老师看一下 嗯 只是 昨天就是跟博明讨论之后 用博明好的方法算出来的那个Nℹ1,"这样子 只是因为我检查一下 最后一步就是蛮异常 就是给老师看一下 我本来跑的那个结果 就是potential energy的部分 在最后一步会 就是它的差非常 就是会突然跳很大这样子 所以画出来的neb的这个 就是蛮诡异的这样子 只是这样的趋势 感觉好像也不是 跟学长的那个趋势 好像也是不太不太像 头尾最后出来 应该跟你当初摆的是一样的 是不是 neb的头跟尾 摆出来的是 最后让出来的结果 应该跟你刚刚放进去 弱的头跟尾的结构 应该是一样的吗 只是 那个好像是因为 薄冰是扩散 所以是会回到原本的位置 只是像我们 做结合的话 这样子 它能量的位置 还是会到原点吗 就是因为最后是已经结合 你那个最后的结构 是 neb之前 它的能量 跟你neb之后 看到的能量一不一样 应该是不一样的 老师是指group and group energy 还是说 那个potential energy neb头跟尾 通常不会动 头跟尾 然后中间的结构 是有一个弹簧 跟头跟尾连结 它要强迫 这边的结构 要按照neb的路线来跑 所以头跟尾 比如说好了 你这个头的能量 跟尾的能量 谁比较高 谁比较稳定 系统的total energy 谁比较稳定 应该是尾的最稳定 因为尾系统还增加了 他们之间虚部的能量 是 那所以最后 不管里面路径 怎样 你看到头跟尾 那应该尾会比头还要低 是 因为头跟尾是一个local minima 是 就是还没结合的时候 也是 因为 还没有反应 所以应该是 就是稳定的状态 对意思吗 就是 所以再来说头跟尾 它有几种状况 就是没有 energy barrier 直接过来 然后有一个是 要跨越一个energy barrier 再过来 只有这两种情况 然后头跟尾的能量 是不会变的 你现在出来的结构 尾 吸附的状态会不一样吗 尾 吸附的状态 老师现在指的是 那个energy的部分 nev出来最后一笔长怎样 会跟你摆进去的最后一笔 应该是一样的吧 对是一样的 这是最原本吸附的状态 这样子 就是跑md的最后一步 dump出来的data 应该就是这个状态 这个是跑完nev的吗 对 这是跑完nev的 那这个结构跟你当初 摆进去算 nev的最后一笔结构 有没有长得完全一样 应该是应该是一样一模一样的 那如果一模一样的话 那泳成 你不是说nev让出来的能量会变很高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昨天那个算出来的是 每一步跟最初那一步的能量差 是不是还是说 每一步跟最初 那可能是我现在算的这个能量应该是抓 泳成你有做过minimize吗 对不对 对 minimize是什么意思 minimize就是这个结构 力量已经非常的小 不喜欢变到另外一种结构 另外跟他结构很类似的 也是local minima 也不喜欢变成别 别种结构 那nev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这两种局部稳定的结构 在变化的过程 有一种方式 可以找出自然界最省力的方式 变到临近的local minima 那既然头跟尾是local minima 你在做nev的时候 头跟尾的结构是不能变化 不会有变化的 不然他怎么知道最后要变到哪里去 就在你nev的initial的结构放进去 他就是要从这个local minima 变到另外一个local minima 已经很明确告诉 这个nev最后 他要变成什么产物了 结果你最后nev乱完 他不是到这个local minima 到另外一个结构 那这个就 nev就没有用了 因为最后最终的目的力 被你改变了 但是你刚刚看 结构非常的相近 那能量怎么会差这么多 我跟老师说一下我的步骤 就是说就是这个是displace item完的每一步 然后nev读的那个路 就是路径是从这一步 然后就是一直读到最后的 就是最后结合后的这个状态 那nev做完之后 他又会吐一个他做的结构 对他还会在 就是每一步都会write data出来 然后 因为老师说 一开始 最初就是头跟尾的结构 应该是要一样的 只是我读的 不是不是 不是头跟尾的结构要一样 我说头跟尾 你nev初始读入的 跟你nev处理完的头 要跟原来的头的结构一样 尾要跟尾的结构一样 对对那应该是一样 你不能你这两个不会一样 薄冰的那个才会是 才会是几何上来看是等效的 你这个不一样 对对对那应该我做的 应该是没有错那可能是我现在抓出来的能量 应该不是就是 抓错了是不是 应该是我找的 对应该是我找的那个 能量是错的 所以我可能要再看一下 那你要再找一下 好因为一直搞错是哪一个 哪一个才是nev要的那个能量这样 好OK 所以我再看一下 然后MD Analyze 因为我真的试了很多台电脑 然后网络上的各种方法都试过 我现在 现在就是用这台教学机 然后重新安装 就是这个Anaconda的那个系统进去 然后然后我检查一下 它的版本是OK的 对 所以现在在等它安装 就是其他的package这样子 所以它装好之后应该是可以执行 就是 OK好 对对对 这应该是OK啊 对因为我试了后来电脑 动办办办 对它这个版本是对的 对应该是OK的 我等下再 等下安装完我再跑一下这样子 好OK 好 然后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到这里啊 大家保重啊 好 实验是变毒铺了 对 老师谢谢 好来 他在那工作之前吧 好 谢谢老师 好好拜拜 好老师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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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